大家好,我是头上有计较大纳爱思考的按钮 大家都很讨厌加班 不知道如果一倍加班,三倍工资,有多少人会动摇 如果这个数字继续上涨,五倍,十倍,一百倍 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价码打在屏幕上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群中国最富最卷的加班人故事 他们的口号是做得卷中卷,方成人上人 一个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街道 不堵车的情况下,开车绕一圈仅需10分钟 而这10分钟,你已经路过了100多家上市公司 和35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18栋楼宇间,随便擦身而过的一位普通白领 可能就是华为、腾讯、中兴、高通、麦瑞等知名大厂的大工人 这里是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 上市公司数量超过湖南全省与安徽省并列全国第十日 2020年,粤海街道人均GDP是19.8万美元 这个数字比全球平均GDP最高的国家卢森堡高出将近一倍 却连赫赫有名的美国硅谷 当年的人均GDP也不过12.8万美元 让我们把镜头再推进一些 这里的名字叫做科兴科学园 位于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院路上 2015年,滴滴打车推出一项票选吸血加班楼的活动 吸引了各大城市上百万打工人 最终排出全国百枪 科兴科学园高票当选加班楼第一名 不是深圳第一名,而是全国第一名 2022年2月25日下午 由于疫情影响 身处科兴科学园的万名打工人被迫在4点提前下班疏散 他们说只见过凌晨4点下班的 下午4点下班还是第一次 从科兴科学园撤离的打工人 有的手拎电脑主机 有人在排队路上还在拼命敲代码 网约车司机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片欢乐的海洋 拿起手机召集兄弟们赶紧来科兴支援 在科兴科学园996是家常便饭 普通打车时间集中在晚上8点到11点 在此期间想要打到一辆车 排队100人等待一小时是常规操作 如果追赶项目进度的时候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都是尝试 这个时候996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求之不得的福报 所以在打工人中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北京的夜生活在工体 上海的夜生活在148坊 广州的夜生活在苏和酒吧 深圳的夜生活在科兴科学园 众所周知 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是互联网 互联网最赚钱的是游戏 而游戏中最赚钱的是科兴手游 在科兴科学园 手游公司就像阿牛的牛毛一样多 萧萧乐 打飞机 切水果 和平精英 王者荣耀 不是科兴的公司参与开发 就是科兴的公司独家发行 中国手游玩家都知道 在游戏策划面前 资本家的剥削都显得格外温情默默 当一整个产业园都住着游戏策划 那真是空气里都弥漫着流水线屠刀的行为 科兴科学园有79步电梯 平均速度4到6米每秒 每步电梯等待时间被精确到最多只有30秒 但尽管这样 每日早晚高峰 电梯间环境依然堪比春运 高耸的写字楼里 一顿餐饭的时间也被尽可能的压缩 上菜时间最慢也要控制在10分钟之内 当然这里的新闻离不开猝死 2021年12月11日 一名年轻人从科兴科学园皱身跳下 结束了他短暂而璀璨的一生 他在23岁就获得微软最有价值专家奖 是游戏圈知名的技术大神 是腾讯天美工作室的技术骨干 他叫毛星云 离世时年仅30岁 有人说 他的离开与工作压力有关 也有说法称其忠于抑郁症 时间再往前推 2015年12月13日 科兴科学园一家游戏厂商的技术高管 Front Lee 在陪同妻子在小区散步之际 突然晕倒在地 经过24小时抢救后 最终不幸去世 留下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令人唏嘘 有人调侃 科兴科学园打工人是在拿命搏钱 可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才明白 摆在他们面前的诱惑有多大 手游公司尤其是爆款项目组 百万年薪加百万年终奖并不罕见 光是一年年终奖 就足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 奋斗终生都难以忘记相悖 2009年 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 进入腾讯游戏旗下的北极光工作室 开始自己的打工人生涯 四年后 这里成为他打工人身份的终点 与此同时 他正式成为一名创业者 创业一年后 他做出了爆款游戏 刀塔传奇 一年流水超21亿 公司估值超51亿 他叫王信文 是游戏公司莉莉斯的创始人 那年他才28岁 2014年 另一家科兴系公司 创梦天地 在纳斯达克上市 创下了当年纳斯达克最年轻公司记录 上市后 年仅32岁的创始人 也完成了从创业者成为亿万富豪的梦 这些都是发生在科兴科学院的真实故事 激励着每一个在隔子间奋斗的打工人 他们忍受着黑白颠倒 忍受着胃病 颈椎病 酒做肥 但也舍不得巨大的行业红利 奋斗三年 深圳买房 奋斗三年 创业单飞 奋斗三年 财富自由 真实的利益和报复的幻梦刺激着他们的胃口 就像鱼塘里育肥的大鱼们 面对香喷喷的豆搏 没有工夫去分辨其中包裹的鱼钩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当我们在讨论科兴科学院 讨论绝者六十 别忘了人性是趋利避害的 人性更是复杂的 保卫黄四郎碉楼最积极的 并不是黄四郎本人 而是他豢养多年的团练教头和管家 2021年8月 人设部最高法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例 明确996严重违法 就在同月 字节跳动正式废止了大小舟工作制度 改为双修 在外界看来 似乎是对打工人的减负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项措施在字节跳动内部 遭到了近三分之一员工的反对 理由是废除大小舟会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 因为资深HR表示 大厂员工不需要被代表 他说的 营养丰富的三餐 下午茶 零食 不限量供应 基础娱乐设施配套齐全 10点后下班还报销打车费 单身年轻人在这样的职场环境 只需安心加班挣钱就行了 换做其他公司 这些破事谁给你兜啊 说句不好听的 一群进不来大厂 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 为目标清晰的大厂年轻人操心 真的有打工人和更高级的打工人的区别吗 恩格斯曾经指出 英国人十分清楚 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 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 那就不会发生骚动 更不要说革命了 马克思指出 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 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 而变成了政治公贼 的确 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苟安于政治上毫无作为 历史不会重复 但是会押韵 打工人要想捍卫权力 需得捏紧一个拳头 一盘散沙是打不了人的 只会被分而制止 确实 在现行制度的博弈下 高级打工人们追求更高的回报 是最理性的选择 要想打破困境 只能靠强有力的大手 这股力量如果不来自于上 只能来自于下 未来的事儿 谁也说不着 且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微信关注公众号阿牛独裁 回复关键词深圳 可收到电子版 深圳奇迹 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书 试读版 带你更快了解到深圳改革开放中的故事 感谢三连 下期见